嗨 大家好 我是Yurika 大家好 我是Yurika 今天是一部紀錄片 什麼紀錄片呢? 就是我本人連射手術的前六天 六天後我就要眼睛雷射手術了 我今天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連射手術這件事情 然後它的種類 然後跟我知道我有研究過的 日本這邊的手術還有 有沒有一些 日本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的部分 要注意的事情 還有準備 好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因為我要講的東西很多 首先雷射這個東西 它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要看你的眼膜的厚度 眼壓等等 詳細的檢查還是醫院那邊為準 日本這邊的規定是這樣 你要檢查前兩個禮拜 開始不能帶硬式的塑形片的隱形眼鏡 就是晚上帶的那種夜間塑形片 前三天沒辦法帶 前三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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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帶軟式的隱形眼鏡 我去的醫院的規定 不代表全部 詳細的話還是要問各家醫院 然後它就會檢查你的各項指標 能不能去做 雷射手術有 這些都是台灣可以查到的 名稱 英文名字等等 日本這邊我去的那家醫院 其實上面除了smarttransprk之外 那家醫院都有 然後它的最高等級是LASIC的套餐 這邊要講到一個關於 日本跟台灣不一樣的地方 欸欸欸欸 等一下 台灣那邊手術 基本上就是雷射手術 日本這邊的話 我去了兩家 兩家裡面它都是會再加一個 角膜增強的保護措施 雷射它畢竟也算是一個手術 不管它有刀五刀 它都是一個手術 所以它還是會有一定風險性 或是多少可能會有一點後遺症 然後日本這邊它的角膜強化 它就是減少你的後遺症發生 或是減少概率 然後讓它更好 就是日本這邊的那個角膜增強 但是這個東西我在台灣都沒有看到 就包含它的手術過程 我都沒有看到 就是最後一步它有做這個 或是它有介紹它沒有這個的補充 我是沒有查到啦 如果有的話我是真的不知道 然後日本這邊的話 我是去了兩家醫院 它都有這個東西 它算是一個更好的套餐 那種感覺 我原本去的那一家 它其實Smart啊 什麼Smile啊 這些原本都有 但是它最高等級的話 就是Lussic 然後再加上角膜的增強 它自己取了一個名字 叫LEXT 我真的是差好半田 真的是 唉 反正它就是一個這樣子的套餐 然後我去的那家醫院 它是日本算是比較大型連鎖的 專門刺這種的 然後它是有 終身保固的那種感覺 去第一家醫院的時候 我那時候 原本也有考慮ICL ICL這個東西的話其實 日本人的話是跟我蠻推的 因為我有朋友的男朋友 是日本人 完全的日本人 然後它就是比較推薦ICL 然後我其實 其實在日本我也有查了蠻多支藥的 ICL其實在日本的技術 算是蠻成熟的 它就是會開一個小縫 然後把東西塞進去 反正就是一個 戴在眼球裡面的 隱形眼鏡那種感覺 它是一個晶體 但是因為我有 閃光 我第一次去檢查 醫生跟我說因為我有閃光的關係呢 萬一它怎麼移位啊 或怎麼樣之類的 我可能會需要回去再把它調整回來 而且它是說 沒半年的話 它會要我回去檢查 然後我沒辦法確定就是 我未來的日子都會待在日本 因為我可能會回台灣 或是又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後來就是比較沒有傾向於ICL 就是主要是我害怕萬一它移位啊 怎麼樣之類的 但它的好處是 它是可逆性的手術 但是深入研究的話 就麻煩大家自行 就是上網再去研究一下 反正因為我後來就沒有打算要做這個手術了 因為畢竟它還是一個有刀手術嘛 反正它就是要塞一個東西進去 我害怕 因為反正後來原本是有考慮LASIK 然後再加上它的那個角膜槍 後來我有認真的也爬了還蠻多資料 然後也看了一些啊 台灣的醫院 還有台灣有的手術 台灣有的手術 台灣有的手術日本也都有啦 那就比較一下嘛 主治醫生很重要 就是主治醫生好 你就會心比較安嘛 就是他經驗豐富或資歷很棒之類 你就會心裡比較安心 第二間那個醫生的 學歷啊資歷啊 就感覺很厲害 你們知道嗎 大家自行去找 雖然有一些醫生可能很厲害 然後看起來就天才的怪人 我覺得我第二間醫院就是這種 還是它只是單純的冷漠 我這種弱小無作可憐 但是因為它真的看起來很厲害 資歷也很厲害 然後那間診所我去的時候 人也是蠻多都在等待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 醫生很重要 機器也很重要 我還有比較的一個東西 是機器 機器更好的話 那也是更安心啊 因為機器更好 表示它的那個機能更好 第一家醫院它最好的是 曲折手術的時候 它是用Armaris的那個 應該是1050吧 Anyway 反正它就是什麼 什麼七次元的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是德國製 台灣我也只有看到有一家 有在使用的機器 就是反正應該是蠻高檔的 越好的機器它其實切出來的 越薄或者是更平滑 所以我覺得機器這一點也是還蠻重要的 我後來是有查到 SmartTransPRK 這個手術 我在台灣也只有找到一家有做 然後我是問了我第一家醫院說 你們有沒有做SmartTransPRK啊 然後他們才跟我說 我們沒有做Smart OUB TPRK 他說因為很痛 Smart OUB TPRK 它這個手術算是 這幾個手術裡面最新的一個技術 然後它是屬於無瓣手術 有瓣無瓣的話 大家可以上網研究一下 我大致講一下它 像LASIK的話它就是屬於有瓣的手術 它會先在你這邊啊做一個泛膜 然後要做雷射近視手術的時候 會把它掀開啊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消除度數 然後Smart的OUB TPRK 它是沒有這個動作的 它的缺點就是會痛嘛 就是它那個要再生 最上層的那個皮 但每個人體質不一樣 據說有不會痛的 但是有據說很痛的 到時候我會拍嘛 你就會看我在那邊是 啊好痛喔 還是好像還蠻不錯的 到時候再看看 然後Smart的Trance PRK 就是Smart的OUB TPRK 它就是屬於比較表層的手術方式 它需要恢復期會比較長 然後LASIK的話是比較深層 跟Smart的OUB TPRK比的話 它算是比較深層的 然後它的恢復期很短 而且它不會痛 Smart的Trance PRK 它有一個優點 它可以適用於 就是你的腳膜 沒有那麼厚的人的身上 你可能就可以使用這個術室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就講了 就是 不是每個人的眼睛 都適合去做雷射的手術 像LASIK 它可能會對你的眼膜厚度啊 眼壓等等 會有一定的要求 那因為每個人眼睛不一樣 就是每個手術的方式的那個 要求都不一樣 到醫院先進行評估 然後可以挑選最適合自己的手術這樣 反正Anyway 我最後是選擇了 Smart Trance PRK 它是我查到 就可能後遺症復發的機率最小 因為它算是比較表層的手術方式 但其實因為日本這邊都有腳膜的強化 台灣沒有嘛 我沒有查到 我沒有查到 可是日本這邊最高級的它是LASIK 然後會加上那個腳膜強化 我去第二家之後 它一樣是會有這個腳膜強化搭配的套餐 就是更好的保護 盡量讓它恢復的比較好 我最後是選擇Smart Trance PRK 我要努力相信我的體質不會太痛 護士是跟我說可能痛個兩三天 以上我做手術前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這是下禮拜了 下禮拜我就要做了 我現在要脫離就是一切外物了 然後你們下次見到我應該就是在 手術的門前 醫院門口 好那我們當天再見囉 掰 不錯 事實上